本場片本來試會 這段片子是外交 我真的不用拍拖和結婚 無可可求 無可可求 我要光顧世界 我要錢 然後去罷了 怕嗎 哈哈哈哈 他搖頭啊 這次的打工我們到訪了擁有五百年歷史 在伊斯坦堡非常出名的 Sanbelitas Haman 以及位於Ismia小鎮的Haman 看看土耳其肉究竟有什麼秘密 I was 41 years old I had a heart attack and they bring me to the hospital Doctor told me you should go to Haman because I was smoking so much and he said your toxins of your body 不要以為土耳其人迷信 現代的科學研究指出 Haman有助緩解壓力和減低痛楚 事實上 奧圖曼帝國時代土耳其肉 已經被視為健康治療的中心 不過Haman的起源又是怎樣呢 在大概公元前兩世紀之前 君士坦丁堡仍然由羅馬人統治 因為羅馬人認為洗澡可以得到健康女神的保佑 所以就興建大量的肉場 到十五世紀 奧圖曼帝國攻入了城裡 就融合了羅馬和拜占庭沐浴文化 演變成Haman Haman Haman 在這天衝洗之後 之後就會去到中室和涼室休息 補充體力 有沒有留意到土耳其肉熱室上面的這些小孔呢 他們不是天眼 他們叫象眼 是用來透氣和採光 令到肉室內不會過於昏暗 來到土耳其肉第一步 都是要衝身先 跟著我們就會躺在熱室的大理石上面濕蒸 這個時候身體就會慢慢浮現腦泥出來 所以曹工就會幫我們初洗 將身體的腦泥帶走 叔叔就教我們初操按摩 其實類似香氛按摩 不同的是 用肺腱泡慢慢在筋腱上面 放鬆肌肉 好了 記者這次決定 我都要學一下 怎樣洗身先 首先要大字 哈哈 要大字形這樣 揉他的腳 很多老泥 糟了 他有沒有香港的腳 救命 我過不了心理關口 來啦 我要挑戰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你 close up 還要我做這麼多次 你過來你過來 他舒服 有人幫他做 Good 他們說 Food massage 是Turkish bath 他們這一種最好的選擇 因為 你任何的痛楚 都會源自在腳那裡 他們相信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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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問題 老闆 為何人做旅遊記者 我做旅遊記者 我會來到土耳其 幫人洗身 他還叫我幫他擦心口 救命 你很開心 有人幫你擦心口 你看他笑得多開心 你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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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是沒有訓練學校給草公的 他們按摩的技術 大部分都是由父母學回來 我都不例外 不過 我的兒子就嫌辛苦 不肯學了 屆民音樂 有提到的 的 很重要 的 因為 乾淨要要做很重要 為何 他們最初建立哪些 他們建立後 然後會建氣 建成 非常有趣的事情 世界上很著名的 日本的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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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全是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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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其實他們比較激烈 但是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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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基本的 不太激烈 今年 1972年 父親 父親 來吧 曾經有情侶在這裡認識 所以特地回來舉辦新娘育和婚禮 直到現在 頭二期育仍然是奶奶找媳婦的好地方 因為奶奶可以審閱一下媳婦的獎相和身材 而結婚之前 新娘更加會和姐妹舉辦新娘育 在這裡工作時 我家的家人給客人提供了 她是個水人人 我家人的家人說 我家人們說 你很長的家人洗 我告訴他們 你再洗一下 再洗一下 再洗一下 她家人們出發 他們很煩 因為我和我一起保持住 她跟著我 這個 hammam是我的生命建造的 我從這裡的所有文化 我的社會,我的經濟 我的孩子,我的家庭 我從這個 hammam建造的 我的評論是世界各種建築的 這些建築物 這個建築物需要某些地方 像是一個人的佳面 讓人更人生化 我們有電話 網絡和網絡 我們有關聯繫 當你當中 你當中的臉 你只要臭 你不重要 你不重要 Turkish Deligh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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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款糖幾乎和土耳其 畫上等號 這款糖就是大名鼎鼎的Turkish Delights 而源頭就是Hajibeka 這間店 記者這次就去元祖老店打工 看看他究竟有什麼秘密 來做員工之前 第六代傳人Layla就告訴我 要先分辨到這三十幾款Delights的味道 Lemon Lemon Ginger Orange Yes 還要是橙皮 我覺得這顆糖 就是見真章和外面的Turkish Delights不一樣 一吃就感覺到它 何謂Metro Juice 如果我猜得對 你可以聘請我 我會 我已經聘請了 你已經聘請了我 嘩這個好難 Ginger Yes 哈哈哈哈 你能看到他們多真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相傳在十八世紀 國王吃驗了硬糖 就下令了舉辦一個軟糖比賽 後來一個Hachibeka的甜品師傅 覺得平日做軟糖的材料不夠好 就用玉米澱粉和檸檬酸來改良 叫做Lokum 國王吃了之後就大驚 非常之喜歡 但究竟粒糖為何叫Turkish Delights 相傳英國人把這些軟糖帶到歐洲 但竟然忘了土耳其話究竟是怎樣說 索性就用船的名字 就叫做Turkish Delights 更赤手可熱度 貴族都要用絲綢來交換 回到二百年後的今日 這裡的人仍然用精緻的方法 去包裝一些糖果 送給自己認為珍重的人 嘩好難切的原來 哇 人家一隻手就搞定了 你看它多厲害 你看嗎 嘩 你學了所有的秘密 和所有的秘密 哈哈 很好 很小 很大 當你就是街上 你會發現其他店舖買的糖 只有一粒開心果 但我們就有四至五粒 我們會用天然的材料 我們的果仁 是在土耳其東南部城市安塔入口的 土耳其東南部城市安塔入口 當時在伊士坦布爾 我們的Turkish Delights 和心肌肉 都被製造了 由我大師父 我們在這裡 當我們都開始了 Turkish Cuisine 就是這樣 當你看看 Turkish餐廳 他們不會說 100克的花粉 100克的糖 因為我所謂的古代 他們必須調查 即使用其他餐廳 為何把餐廳做好 用其他餐廳 用其他餐廳 做了二十多年,最喜歡都是做軟糖 因為軟糖有三十多種款式 其實兩者最大的分別是材料 硬糖只需要糖、水、香料等等 但Turkish Delight就要加入鷹酥粉 對做糖的師傅來說,做軟糖考手藝 遊客為了一道風采,倒是買軟糖居多 但記者做了一天,發現原來土耳其人最愛的竟然是硬糖 你也可以嘗嘗這個 你自己做的嗎? 對 我特別推薦這個,是蝦蜜,很美味 很美味 你也可以混合,如果想要 而且蝦蜜也很好 他叫我推薦,我私心推薦了我最喜歡的果仁 蝦蜜的 你喜歡蝦蜜的嗎? Durkish HELLO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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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長跟你說,很喜歡我 他剛剛叫我,你過來,你過來 你銷一下 我也很開心 而且人們買糖很開心 所以你買給他們也很開心 但是我们的客户也觉得他们是一部分的企业 人们带他们的父亲和他们说 他们的糖果是6年了 当你看来看,你购买了幸福 如果我去一个商店去购买的糖果 或者什么样子的 那就是我自己和我喜欢自己的糖果 旋轉烤肉是誰發明的呢? 德國人就說是由他們在德國發明的 今次記者就去到土耳其沉原 最大的發現是幾百年前土耳其已經有旋轉烤肉 不過是打橫燒,慢慢才演變成打直燒 今次我們出發去齊幾間最古老的烤肉店 看看烤肉的前世今生 這是世界的食物,不是為了土耳其餐 donut kebab,超級! 不好啊 你肯定做這個造型出到的,我不想你自己喝 這個超過100層,有100公斤的donut kebab 在大街小巷裏面見不少 但是它的製作過程,你又見過了嗎? 我經常都覺得這東西是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究竟它怎麼黏在一起呢? 原來它就會用一些小的類似免治肉 黏在一起 好了,我們現在又做第二層了 我們很融洽 他說我剛才裡面應該用這些碎肉 我們就要留意哪個位置有缺陷就要填回去 那每次就大概拿一手 我想500克左右 慢慢堆回去 OK,固定它們的位置 他說好像幫牛肉抹擦 謝謝你 謝謝你 最最好的碎是 你知不知道它是水餐 它是水餐的時候你吃的水餐要吃 水餐要吃的水餐要吃 水餐要吃的水餐要吃 在 Kemeralta 一碎的水餐是每天一碎的水餐 我們看到我們 我們看到我們 我們有良好的水餐使用 我們可以達到的水餐 其實土耳其的烤肉有過百種 但這幾款你一定要認識 Jakibub是最古老的烤肉 被認為是旋轉烤肉的始祖 不同的是早期它是打橫燒的 另一款是Adana Kibub 同樣被認為是其中一種最古老的烤肉 但它是以串燒的形式一串串燒 第三種是Iskan La Kibub 最接近Tong La Kibub的樣子 都是打直燒 但不是夾落麵包裡面吃 我們第二站要去的就是 所有烤肉的源頭Jakibub Jakibub準備的過程 跟Tong La Kibub差不多 但我們用的主要是一樣 這款Jakibub是旋轉烤肉的秘組 不同的是它會攤在旋轉 廚燒會削下外層做成全燒 再放到火爐上面燒 而土耳其人只是喜歡 大概烤成五成熟左右 好好味呀 它的肉呢 我覺得它不用完全完成了 土耳其人喜歡吃烤肉 因為他們的祖先是油木民族 Kibub是波斯語烤肉的意思 相傳是因為油木民族的突血士兵 認為方便所以用劍來消裂物而得利 後來烤肉的做法漸漸改良 類似的做法 在阿拉伯就成為Sawarma 在希臘就成為Eros 傳到墨西哥就變成Tacos 阿拉伯名Sawarma 和Dona一樣有旋轉的意思 第三站我們來看看 另一個古老的烤肉 阿丹拉伯 因為它鄰近地中海 所以和土耳其其他烤肉不同 會加多些香料和辣味 傳統的阿丹拉Kibub 著重肉的韌徑 可以將羊味脂肪、紅椒等材料切碎 口感又不會變得死硬 靠的就是這把齊拉刀 我已在這間餐廳 約30年 在1991年 在伊斯坦堡開始 我們加入一些青菜 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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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像牛肉 一百年前的人 很喜歡吃辣 但現在大家都不會吃那麼辣 豆拿Kibab 和阿丹拉Kibab 最大的分別 是豆拿可以放很多調味料 但阿丹拉就不會了 土耳其人認為 最好吃的烤肉 應該是最原始的 落碎小的調味料 這是200克 我很明顯不夠200克 好像有個圓圈 慢慢將肉 放下來 在三四十年前 人們覺得脂肪是健康的 而現在很多人說要健康 我們都減少了肥肉的份量 但是沒用 誰叫土耳其人 這麼喜歡凌晨3點吃Kibab 好棒 不過土耳其的烤肉歷史悠久 究竟為何又會最後由德國成立 旋轉烤肉協會 甚至發揚光大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很多土耳其人去到德國打工 為了方便工人食用 土耳其人Kadia 就將烤肉夾在麵包裏面 由於廣受歡迎 就被認為是烤肉之父 但是土耳其人認為 垂直烤肉和夾麵包的做法 早在十八世紀已經記載 由Escana在Bursa裏面發明 當時Escana覺得垂直烤肉 削肉可以更有試過效果 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客人 但就不是用麵包夾肉 而是用番茄和乳酪夾上皮塔餅 第四站 我們當然要試一下Escana烤肉 究竟是怎樣做的 再試一下 黏在頂上 嘩這個真的不敢 救命 挑戰兩次失敗之後 我想再試一次 來吧 3 2 1 嘩 成功啊 嘩嘩嘩 好熱啊 嘩嘩 他叫我慢慢由上到下 這樣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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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是很薄的 不用批到個人那麼厚 就是你把它90度平放在那裡 慢慢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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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德國人竟然把冷盆沙律 和熱的肉放在一起 這是非常差的做法 影響吃肉的口感 烤肉之父誰熟 德國和土耳其仍然有很多爭議 就連土耳其和德國國內都有幾種說法 說自己的城市才是正宗 我們不使用冷凍肉 這是很重要的 德國人 他們使用冷凍肉 他們會放在廚房 然後送到廚房 我們會放在廚房 所以我們已經不想吃了 我們會放在廚房 那你會說 你會想吃 我們會想吃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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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吃的 這次是酒房幾個城市 由最古老的烤肉店 走到快餐式的烤肉店 找不到最確切的說法 但其實土耳其人不太介意 因為肉的味道才是最重要 吃的 玩意 非常感identally 敬你 說起土耳其雪糕 相信你被人玩得多 來到打工的最後一集 我決定要學玩人 首先來到伊斯坦堡 我就決定向師傅拜師學藝 今天我找了我的師傅 Master來教我 如何玩土耳其雪糕 左邊 中間 後面 其實這東西很重 泥水 我拔不起雪糕 我猜我完全失敗 好重 雪糕工廠 在零下22度去製作雪糕 特別用了沙粒去製作 我們剛才做了很多次 他就跟我說 放進冰桶的時候 雪糕會保持溫度 所以你要保持煮 就令到它不要太快溶 又變回滑 土耳其雪糕 土耳其文叫做Donduma 有形結的意思 究竟為什麼土耳其雪糕 口感這麼黏細又長 原來是因為加了蘭勁粉 蘭勁粉的糖分 減慢了雪糕溶化的速度 所以令到雪糕異常煙韌 所以師傅就將計就計 利用雪糕這個特點 經常跟客人拉長按扁的雪糕 我的家鄉就是雪糕之鄉 Maras 那裏盛產山羊 所以我們用山羊奶做雪糕 口感調牛奶輕身 配合10粒 雪糕就更加容易凍結 我們現在看到的土耳其雪糕 大部分都出產自卡克拉曼馬拉什 它是土耳其雪糕的原產地 古時的人在山上 用壓過的雪混合蜜糖和香料 就成為了雪糕的初形 既然我們第一站失敗 但是我的意志一向都很堅定 所以我決定要去市場中的人氣小店 繼續拜師 我沒有任何獨特的技術 但是我可以把它變成自己的技巧 例如我會突然把雪糕變速 令它看起來更加危險 Maras ice cream Come come 它說我現在這個太軟 即太軟 不夠硬 它要很硬才會容易做些 Maras Maras Ice cream Domuma 開馬 Maras Maras ice cre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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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as don't do much Maras 很慢的動作 又是請別人吃 因為他覺得我不值得收錢 所以他說請別人吃 這就是我的工作 放棄 但我會覺得很久 很久 很久 像這樣嗎 對 他是我唯一可以取悅的人 在土耳其 我們是沒有女的雪糕人 因為做雪糕需要的力量很大 十三歲 我爸爸本身在後面開這間甜品店 原本我在那裡幫忙 後來就過了檔來這裡做雪糕 嘩他這麼小 這麼大力 我在他差不多的年紀 已經開始做雪糕了 當時要擔起兩張椅子才夠高 這個很重 我們拿著的時候又要很用力 所以雙手都起了枕 但這份工作和土耳其的文化有關 所以做起來都很有滿足感 一口 什麼 我又下降了 在我最後試過 我最後沒有學過 最後我決定要把雪糕回來 那樣要做雪糕 現在我覺得我做得很嚇唆 我現在做得很嚇唆 現在我現在做得很嚇唆 我當然當然要做得很嚇唆 我當然看得一聲 我開始做了 每次都被他騙到 我知道他會拍這個tricks 唉 玩你又怎樣 最後又是甘心比玩 字幕提供